这两个字很重要 超前离间 你才会开悟啊 你要有秦始不能开悟 你还要有见解不能开悟 你有见解是所知障 你有秦始是烦恼障 这两样东西没放下 放得不干净 都没办法开悟 所以开悟的那个条件 就是超前离间 要超越秦始 这很难了 现在讲的是 这个烦恼障 最困难的就是亲情 如何能够把亲情放下 亲情放下是不是无情 不是 这个亲情放下之后有真情 亲情没放下 那亲情是假的 虚情假意 哪里有真的 你情多变 这个我们要知道 真情永恒不变 自信里面 他不变 我们迷失了自信 真情就变成了虚情假意 现在大家所执着的人 现在大家所执着的人 虚情假意 你不是真 真情出来的时候 那叫大慈大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是真的 永恒不变的 所以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关爱 超过母亲太多太多了 没有法子比 为什么 他是自信 从自信流出来 永恒不变 所以是 永恒不变 我们学过这个 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 业业法 任何业法 都具足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 这个才把一切伐的 性向离死因果 将圆满了 任何业法 都是圆满的 都没有欠缺的 任何业法 都是平等的 你看 在这个经历里面显示 一为一臣 跟法界虚空界 平等 何宽其余 法界虚宽界 今天讲的宏观世界 一为一臣 是 微观世界 微观跟宏观 是一不是二 一皆一切 一皆皆一 一是微观 一切是宏观 宏观居足是先 微观也居足是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